大家好,我是Tim 今天我們繼續請來醫護行者的Tommy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藥物的幾大種類 我們也說回針對現有新冠肺炎的情況去看 很多時候我們用藥一般來說都是舒緩症狀 剛才Tim提到那兩款藥 一般上俗稱的泊爾色痛 布洛芬和布洛芬這兩種都是舒緩症狀的藥物 前提提大家 這些藥不是對付現在的新冠病毒 只會舒緩身體不適的症狀 功效來說 兩種相同的地方都能做到止痛的效果 周傷骨痛、肌肉痠痛 兩種都可以止痛 同時兩種都是退燒的藥物 但是差別是在那裏呢 布洛芬這類我們叫做消炎藥 它會多了消炎的功效 所謂消炎就是當你身體有炎症的發作 即是說肌肉發炎 喉嚨痛 即喉嚨發炎 這些情況會額外有幫助 但是兩者都有各自自己的一些副作用要留意 亦都未必每個朋友都適用的 舉例是霍兒色痛 即是剛才俗稱的必利痛 其實它本身都會對肝臟有一定的負擔 所以如果本身有肝病的朋友 或者是有脂肪肝問題的朋友 有時那個劑量已經不能吃得太多 就會怕過量而導致急性肛中毒 那第二類朋友就是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是有年長的人士 是有我們叫做蠶斗症 G6PD的情況 其實對於用必利痛 或者是蓬兒色痛的時候 就要很注意那個劑量 因為怕如果用得不對的話 就會出現一些溶血的情況 這就是必利痛 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那第二呢 剛才提到的布洛芬 其實除了說藥效上 它多了消炎功效之外 但是副作用上 可能就會多一點點提點 那以下的人士 就未必適合用這隻藥 我們說的包括是曾經或者現有一些 叫做 胃出血的情況 試過胃潰瘍 甚至乎如果是有哮喘 有一些慢性腎病 或者慢性心臟病的朋友 就未必適合使用 那因為這個藥 一般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些我們叫做受監管的藥物 那起碼你也要在藥房 找藥劑師才可以配得到 那就不建議大家 可能問朋友去借藥 或者是在外面再亂買 那因為剛才說的人士 如果用了的話 都會對自己的身體 會求成一定的風險 就是布洛芬在街上 是沒有得買的 是沒錯 因為布洛芬 他在衛生署的分類來說 他屬於一些 監督售賣的藥物 你要在藥房經 藥劑師的指導下 才可以配得到的藥物 那就未必是直接 大家在課卡拿得到的藥物 今日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期待下一次有機會 和大家分享 更多相關的資訊